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们 你们不是黑风的杀人机器 放下你们手中的长矛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别听他胡说 这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有消灭了陛霞国才可以拥有一切 不对 你们可以看到下面是上百万的陛霞国的军队 就算你们可以消灭他们 但是你们又能存活几个人 我是陛霞国的公主 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 我们就会让你们到流行河的东岸去 那里有丰富的植物和土壤 我们甚至可以帮你们种植蘑菇 给你们奶虫 从此以后 你们就会有永远都吃不完的食物了 不忧 不忧 你敢在我的面前谣言获重我的军队 你是不是找死 这是怎么回事 还不清楚 不过黑风要使用魔法了 快 飞过去 黑风 难道你还不知道回头吗 我辛苦经营了一生的事业 怎么能让你给毁掉 难道你连我也想杀掉吗 如果你非要毁掉黑风国还留 你干什么 黑风 你 陛下 不能杀皇后 皇后死了 我们黑风国也就完蛋了 陛下 千万不能杀 不管是谁 只要敢阻挡我 我就不会留情 陛下 皇后是我们的根本 没有皇后一切都没意义 就算我们能打败陛下国也必将走向灭亡 你才是国家的根本 连你也敢背叛我 不是背叛陛下 我是为了黑风国的未来 如果让你在我和黑风国之间做出选择 你会选择谁呢 陛下 我 你是个叛徒 黑风 你已经是孤家寡然了 没人会再为你卖命了 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杀了你 士兵们 你们不能眼看着黑风杀死你们的母亲 不能杀死我们的母亲 不用 你以为这样鼓动这些无知的士兵就能制服我黑风吗 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 但我杀了你们 我依旧是黑风国的主宰 我依旧是黑风国的主宰 好 快 我来了 笑家伙 下次让你侥幸取胜 难道你就真以为你可以战胜我黑风 狐妖 你们快把皇后带走 走 我要把你碎十万段 少废话 来 快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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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狼 伍佑 你们还活着 快去包军宝 我来啦 老家伙你也来送死他 章狼 伍佑小心 军宝 你快和伍佑把缝影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军王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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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等什么 杀了我吧 饶了黑风 他的魔法已经没有了 身体也受到了重创 他不会对大家有任何威胁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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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完了 全完了 不会的陛下 你还是天下最厉害的 我不想屈辱的活在这儿 带我走 好的陛下 我们走 来 军宝 让他们走 你慢点 好样的 我为你们自豪 您是陛下国的长老吧 这位是 这就是黑风国真正的君主 黑风皇后 皇后陛下您好 陛下国长老给您施礼了 免礼吧 我们黑风国给大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作为黑风国的皇后 我深感愧疚 皇后 您也是黑风的受害者 不管怎么样 是我把黑暗传奇给了黑风 没有及时制止他 我也有责任 皇后陛下 如果不是您 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将士惨死杀场 我可不能把这个功劳据为己有 如果不是无忧和军宝 我们谁也不可能制服黑风 那么灾难就不可能被制止 这一切功劳都应该归功于他们 我看咱们都有功劳缺了谁都不行 我看咱们就别再谦让了 长老 来参拜一下黑风皇后 黑风国真正的君主 是她制止了这场战争 参见皇后陛下 不要客气 告诉你们的士兵战争结束了 是 黑风皇后 我这就去 战争结束了 黑风被打败了 我们赢了 黑风被打败了 黑风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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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啊陛下 他们在抛呼 我会卷土重来的 行行吧 卷土都有可能 重来就算了吧 欢迎我的英雄们 参见陛下 陛下 默然都告诉我了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说实话 我觉得任何赞美之词 都无法确切表达 我对你们的敬佩 陛下 这都是无忧和军宝的功劳 是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打败了黑风 救出了被黑风囚禁的 黑风皇后 这才使战争得以结束 主要是军宝 在危难的时候 打败了黑风 其实也不是我的力量 应该是风印的力量 不 应该说是大家的力量 是靠大家的智慧和勇敢 才战胜了黑风 取得了这次胜利 解除了陛下国的危难 陛下 此次我们与黑风的决战 陛下游览的封印全部打开了 也许我们陛下国的危难 终于可以化解了 是啊 现在我觉得可以把四块封印结合在一起了 看来陛下国的危难还没有结束 我们高兴的太早了 我想这应该是最后的一关了 只要再打开这个封印 我们就真的胜利了 所有的封印都是在危难关头才能打开 胡悠 我看啊 还有很多难关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我们既然能够渡过那么多的难关 这最后一关我想一定可以渡过 长老说的对 至少我们现在不再面临战争的威胁 陛下 黑风皇后希望来拜见您 同时与陛下国签订友好冯运 好啊 可以看出这位黑风皇后也是一个伟大的皇后 那好 陛下您看什么时候让黑风皇后来拜访比较合适呢 我们稍加准备就可以了 那就后天吧 我们一定要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来迎接这位黑风皇后 如果是这样 恐怕就要劳驾陛下到流星河去迎接了 好啊 长老 我正要出去走走呢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今天可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千万不能丢脸 放心吧 大哥 黑风皇后怎么过河 不计是坐船吧 我觉得你们真是瞎操心 人家机缘要来就一定有办法过河 二公主 您也许不知道 黑风皇后的眼睛看不见了 为什么 都是那个黑风 是她给弄瞎的 这个黑风真狠毒 你们就不该放得走 黑风皇后对她有感情 不想我们杀她 这个皇后真是有情有义 他们来了 准备迎接 准备迎接 我是陛下国皇后 欢迎您来访问 尊敬的陛下国皇后 你好 还烦劳您亲自来迎接我 真是不好意思 黑风皇后可是我们陛下国的贵宾 当然应该按贵宾的礼节来迎接您了 谢谢 如有失礼请不要见怪 黑风皇后您太客气了 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好姐妹了 那些礼数您也不要太在意了 谢谢陛下皇后 两位皇后请吧 走吧 谢谢 准备起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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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对陛下国和黑风国来说 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在黑风皇后和无忧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结束了 我们又回到了期待已久的和平生活 今天我们和伟大的黑风皇后欢聚在这里 一起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 陛下国皇后陛下以及她勤劳的人民们 我带着愧疚的心情来到这里 为了黑风国长久以来给陛下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苦难表示歉意 今天我在这里要代表黑风国全体国民 向大家保证 我保证 今后黑风国将永远不再主动发起战争 不会再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了 我保证 我保证 你成了皇后的天生侍卫了 我可是有功之臣 你这个有功之臣得谢谢我们 那是 不过我们也得谢谢你 是不是 对 我听无忧他们介绍了你们那里的情况 我同意无忧的想法 把流星和东岸让出来给你们发展 你看那黑风皇后 谢谢陛下皇后 我和我的人民都对你感激不尽 不过呢 我另外还有一个想法 哦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带着我的人民回故乡去 什么 回故乡 我已经安排好了 过几天就举国回迁 那好吧 您走前您有要帮忙的事吗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陛下国帮忙 不过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路途上需要很多食物 可怜您战争 黑风国已经一无所有了 哦 我明白了 你尽管放心 我会为你们准备好所需要的食物的 谢谢您了 陛下国的皇后 以后我们一定会加倍奉还的忠心的感谢 来 来 这个球状爷爷睡着了都不忘了吃蘑菇 好啊 既然敢打扰我睡觉 不好意思 咱们打扰老爷爷睡觉了 走吧 没关系 就算有关系 看在蘑菇份上也没关系 我们可想你们 我也想你们 您不会是想我们的蘑菇吧 胡说 当时天一小朋友说 无忧被黑风设计策抓走了 我那就担心 长老刚给你讲到我被抓走 是啊 后来他们谁也没来过 知道吗 求然爷爷 是军宝救我出来的 真的 军宝救你出来的 知道吗 求然爷爷 军宝还把黑风给打败了 是吗 军宝和大锤为了救我 偷偷地潜入了黑风的老巢 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 那有什么 军风还给我们准备了向导 因为我有封印的保护 黑风拿我没办法 军宝赶来救我 和黑风打开了交战 我们都没有想到陛下幽兰的封印就是在那个时候打开了 黑风就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 还有更神的我们稀里糊涂的找到了黑风国皇后 她帮助我们说服了黑风国士兵放弃战争 现在我们已经跟黑风国成为好朋友了 现在我们已经跟黑风国成为好朋友了 好消息 这个天忆个真实的 这么大的喜事居然不告诉 他们忙得要死 黑风被你们打败了 陛下国的威胁解除了 从此再也不用打仗了 那黑风哪去了 黑风逃跑了 黑风皇后准备带着他的臣民迁回故乡 是这样吧 对呀 要不黑风国哪来那么多人 那也是 黑风皇后是个好人 就是她和我们签订了盟约制止了战争 看来这些日子发生了不少事情 求然爷爷 还有一个喜事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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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给我听听 现在四个封印都已经打开了 这些日子发生了不少事情 这可是太好了 陛下游蓝出来了吗 还没有 你不是说四个封印都打开了吗 是真的 四个封印确实是打开了 陛下游蓝也确实是出来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又被封在水晶石里了 看来故事还没完 当然了 语言里有关末日的秘密还没有解开 听故事高兴了 把正事给忘了 求然爷爷 什么正事 难道是有关预言的吗 你们猜对了 正是关于预言的事情 你们想知道吗 跟我来吧 求然爷爷 带我们去哪 我告诉你们 上司大汉之后 天一派人在这里开垦地下农场的过程中 他们挖出了一个隐藏的十分秘密的大厅 什么 秘密大厅 是啊 当时他们只挖出了一个洞口 有一天我闲来屋室四处瞎逛 无意间走进了那个大厅 这里就是了 你看那些壁画 那些是什么 谁啊 你们往那边看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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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